吴主,只要我赢得一切 他们都会随着世界重启复活 何必为一群凡人动怒呢 坐在崩裂的原初混沌宝座之上 白奈和黑奈一样 有着玲珑的贵妇人惹火身躯 那纯白的旗袍短裙边 都难以掩盖他傲人的蜜桃屯健康曲线 林天明声嘶力竭的愤怒呼喊 他也都听到了 但他对此并不是很在意 你的凡人游戏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该轮到只属于我们的对局了 我亲爱的主上 这次您输定了,黑奈将会成为 重启后的新世界唯一不可能复活的存在 而我白奈将取代他的位置 成为您的新人意志代理人 一想到自己一直渴望的东西 马上就要得到了 白奈那妩媚的贵妇人笑容更甚了 林天明的怒吼并没有让白奈下场 因为哪怕只有一点点区域 没被完全空白化 白奈一旦进来 就肯定不是杀了他们的对手 上次他已经犯了 差点被杀了暴走拿下的错误 这次他肯定不会再犯了 他会耐心地等待 诸天万界彻底空白化的那一刻在下场 届时就算沙拉 黄依依 黑奈 时间男子 小男孩格林 深海男子联手 白奈都有信心 一亿敌多 将莫了元初 混沌赋予的权柄庇护的他们 尽数击溃 击溃他们 他在带林天明 回到破败的元初混沌殿堂 让林天明重获新生 他就能成为新世界第一个 被林天明看见 并被任命为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的元神 在白奈奈心耿厚的注视下 林天明施展一切手段 试图拯救 正在逐渐被抹出存在的万剑灵王 这期间 林天明还动用了新圣余物新尽力量 强制让感到困惑的圣元灵王 施展因果法则 也无法拯救万剑灵王 任凭林天明如何努力 最终万剑灵王 还是和星耀天使一样被抹出 在这一点点被抹出的过程中 所有人都觉得 万剑灵王很正常的言语 也在刺激着 唯一记得这一切的林天明神经 林王姐姐也没了 痛 好痛 太痛了 虽然林天明感到痛苦的模样 让现场所有关心他的人 都很担心他的状态 但他们已经不记得万剑灵王 所以 当他说到林王姐姐 他们都下意识觉得 他是在称呼圣元灵王 圣元灵王不是好好的吗 林天明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在灭世白光的持续蔓延下 小罗莉天启 圣元灵王 清连仙子 苏千千 希尔 光明神女 暗黑灵王 风雨巫女 三大飞升神国的最强战力们 也是被无情抹除 有关他们的一切记忆 历史都变成了空白 甚至没人觉得 记忆中有空白 是不正常的事 所有人都觉得 这份空白是理所当然的 才是最可怕的 云晚秋 暗黑花神 雷龙皇 青雷仙子 也是在林天明感到无力的注视下 一点点被白光吞没 很快 这里就只剩下女神重生者们 花雨飞 莫金红 没被白光抹除 随着白光不断蔓延 林天明都来不及 为青雷仙子 他们哀悼 白光已经蔓延到 莫金红的身上 金红学姐 怎么了 天明小学弟 我只剩一只眼睛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要振作呀 花学姐 天明小学弟 不要担心我 我虽然只剩一张嘴 和其他人不一样 但我的灵魂还在 我们只要一起 努力化解 蔑视白光危机 我就能恢复 当莫金红和花雨飞 也被白光抹除 林天明的情绪 也是快到了崩溃的边界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林天明关系 最近的女神重生者们 也是不可避免地 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终章 我在光明圣教时 就是一条腿的状态 天明 你忘了吗 不要为我难过 我早就习惯 只剩一只手的状态了 天明 我们等会一起 回西罗玉神五城 看看菲欧娜老师 和麦恩好不好 明 我知道我只剩一颗脑袋 很吓人 但你之前不是说 就喜欢我这样吗 不要担心我了 改天 我们一起 回北阴狱 见见我家里人 明君 我的灵魂一直寄缩在 我的心脏位置 还有性子也是 你看着我们两个哭什么 我只需要两只手掌 就够了 天明 我可是御兽师 两只手掌 有御兽硬刚刚好 我爸妈很喜欢你 问我什么时候 你再来我们家一趟 天明小弟弟 虽然我只剩上半身 看起来很可怕 但你说过 不嫌弃我的 可不能抛弃 你添水姐姐我 我的灵魂 就在我的封建上 等你化解白光危机 我的身体就能恢复 不要哭了 天明 天明小朋友 你现在可是 非生之地最强的精神领袖 蜷缩在老师怀里哭鼻子 可是会有损你的形象哦 天明小学弟 你也要和我一样坚强 我早就习惯 这身被白光抹除的 只剩这么点的残破之躯了 等面是白光危机结束 我们一起 回我们王家 我在无尽岁月前 就是这副残破的巫蛊之躯 夫君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 记忆出错了 不要为我哭泣 一个个在灵天明生命中 极其重要的存在 就这样被白光吞没 灵天明感觉自己快被逼疯了 女神众生者中 只剩最后的叶清雪 但现在的她 也如即将被吹散的肥灰 身躯一点点在白光抹除下消散 就连她本人都觉得 马上就要如 肥灰一般消散的自己 很正常 没有任何危险 清雪和天明哥哥是青梅竹马 当然会一直一直在一起 你在说什么 我会消散的胡话 清雪可是要做天明哥哥的 正宫娘娘的女人 肯定不会离开天明哥哥了 不要被蔑视白光危机击垮了 天明哥哥 清雪相信天明哥哥 一定会化解蔑视白光危机 等等 好奇怪哦 清雪是天明哥哥唯一的女朋友 刚才我为什么会说 自己要做正宫娘娘 难道我还想为天明哥哥开后宫 清雪格局这么大 想不起来不想了 管那么多干嘛 开心最重要 你说是不是 天明哥哥 心情沉重地听完叶清雪 被完全抹除前 依旧傻乎乎的恋爱脑发言 林天明抹了抹她第一次哭泣的眼泪 在她的注视下 整个飞升之地星球 也是在以可见的速度被抹除 其上万千生灵 没有一个意识到 蔑视白光的危机已经降临了 直到最后一个生灵 随着飞升之地星球一起消散 诸天万界时间长河记录的一切 也都被白光彻底抹除 一切就像是一张连黑点都没有的白纸 空白的可怕 身处这个空白化 一切都被抹除的白纸世界 和林天明在一起的黄依依和沙拉 明明处于复苏的状态 力量却是急速衰减 同一时刻 这一切的始作勇者白奈也是离开了破败的原初混沌殿堂 出现在林天明的正前方 一看到白奈终于现身了 黄依依和沙拉第一时间拦在林天明的面前 屋主 没时间哀悼了 只要我们能击败白奈 一切就都能挽回 白奈的出现 也是让林天明此刻内心的怒火拳 倾泻到了他的身上 白奈 你太过分了 面对林天明的痛斥 白奈狭长的美眸微微一脸 玉手轻轻扇动着他的白扇 颜面道 只要您现在就跟我回去 您刚才在意的那些凡人 都能复活 休要在那胡言乱语 白奈 屋主绝不会站到你那一边 你这反叛的叛徒 林天明肯定不会信白奈的鬼话 但不带他开口 黄依依和沙拉就冲沙拉出去 无数梦幻的圣金色蝴蝶飞袭向白奈 是要以圣光之力 将白奈这个反叛林天明的造物进化 面对黄依依那席卷着圣光的美丽梦幻攻击 白奈淡定地站在原地 他玉手轻轻一挥纯白骨风折扇 黄依依的攻击就偏转袭向了沙拉 始料未及的沙拉 也是第一时间被圣金蝴蝶干扰困住 黄依依急了 沙拉 好在沙拉本身就比黄依依强 她很快就以镰刀 强行破开圣金蝴蝶的围困 瞬息突袭到白奈面前 镰刀猛然一挥 沙拉恨不得现在就让白奈投身分离 然而 处于全面空白化的世界 沙拉的漆黑镰刀 直接被白奈撑开的折扇轻松接住 沙拉 你不会真以为 你还能像先前那样玩虐吧 上次你不过是靠她的庇护才赢得我 现在身处我的世界 离开了她的庇护 什么也不是 哄 僵持片刻 说了几句刺激沙拉神经的话语 白奈猛然一阵折扇 沙拉就被反震了出去 黄依依健壮 第一时间飞出接住沙拉 沙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必须保护主上 沙拉说完话 就再次朝白奈冲沙儿去 黄依依依依依眼神一凝 朝白奈袭去 面对黄依依和沙拉的再次合力一击 白奈这一次没能成功抵挡住 被当场撕成白纸碎片 黄依依露出喜色 我们成功了 不对 她的目标是她 沙拉回过身 看向林天明 不出她所料 完好无损的白奈 已经出现在了林天明的面前 巫主 跟我走吧 竹天万劫皆可重启 没有人会死去 面对白奈威靡美眸的蛊惑 林天明直接以星辉龙泉 将其心口出洞穿 把清雪他们 还给我 接连近距离轰出树道 愤怒的星辉龙泉 白奈就在林天明面前的身躯 也是被她轰出树道窟窿 每一道星辉龙泉 林天明都动用了权力 现在的她 已经站在了这方宇宙的顶点 是这方宇宙世界生灵的治强者 她毫无保留的星辉龙泉 也是打破世界壁垒 攻击威势 出现在了诸天万界的其他世界 然而就是这样 能以霸道蛮力 打破世界壁垒的星辉龙泉 依旧没能杀死白奈 白奈在她面前的身躯 如破碎的纸张 满是空洞 还被她暴力地揉成白纸团 以燕燃学姐的谎言焚烧殆尽 但另一侧 白奈的星身躯 又是迈着步伐朝她走来 如果还在意那些凡人 不苏醒 你连伤我的资格都没有呢 无主 实质以林天明根本无法躲闪的速度 轻弹林天明的额头 就是这轻轻一弹 林天明的身躯 一瞬间撞碎数个内白化的世界 才慢慢停下来 但她也因为这一击 陷入了重伤状态 这一刻 林天明也是真实感受到 白奈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这是随意一击 都能让诸天万界 陷入毁灭危机的恐怖存在 而她只是个勉强能打破世界壁垒 让攻击的微弱余波 出现在第二个世界的 当前宇宙之强者 更能让诸天万界 那无数世界未知战力的力量 根本比不了 扑哧 气血翻涌的林天明 在这白化的世界渴出鲜血 但她的鲜血一离开她 就被周遭白化的白光吞噬 一点血痕都没留下 主上 黄依依和沙拉 一脸忧虑地出现在林天明的两侧 将摇摇欲坠的她搀扶住 黄依依想以圣光之力 救治林天明 但在白奈的空白化力量影响下 她的圣光之力 已经永久被抹除了治愈能力 可恶的白奈 她将治愈能力给空白化抹除了 听着黄依依愤然的话语 沙拉一世咬紧牙关 现在只剩最后一条生路了 林天明闻言 看向沙拉道 什么生路 谈及这个问题 沙拉与黄依依对视了眼 道 那就是主上您彻底苏醒 我该怎么苏醒 还有你们 为什么都叫我主上 无主这种称呼 林天明一头雾水 如果苏醒能战胜白奈 他肯定想苏醒 可是问题 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苏醒啊 黄依依回道 这得靠您自己 我们无法帮您苏醒 沙拉一世点了点头 不错 主上 你现在没苏醒太弱了 我们个个都是一动 就能让诸天万界撕裂的存在 你必须苏醒 才能和白奈抗衡 哼 沙拉话刚说完 一到白光就洞穿了他的腹部 那被白光洞穿的区域 没有任何伤口 只是单纯地将那一部分 属于沙拉的身躯部位 永久抹除 还好沙拉是远超凡人圣灵的高位存在 他被抹出一部分身躯部位 依旧能记得 但这份记忆 也使得他感到撕裂般的疼痛 身形摇摇欲坠 沙拉手中的漆黑镰刀 也是随之从手中滑落 沙拉 林天明立刻抱住身受重创的沙拉 他试图动用他的力量治愈沙拉 但对被抹除存在的身体部位 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 那白光开始从腹部的空洞处 向沙拉的身躯每一个角落蔓延 它的存在 也在因为白光的蔓延 一点点失去意义 之前暴打白奶的沙拉 现在却如此脆弱 这是林天明 怎么也无法想到的 也是他无法接受的 无主 抱歉 我太没用了 辜负了你 如果 如果我够强 就能 保护您了 不过 我相信您 你一定会赢的 等您苏醒战胜白奶 请 请让沙拉继续侍奉于您左右 三大原力之神之一的黑暗原力之神沙拉 离开了原处混沌的庇护 在这属于白奶的领域 终究还是不敌 被永久抹除了他的存在 林天明看着沙拉 就这样从自己的怀里消散 浑身陡颤的他 再次朝在不远处看戏的白奶冲杀了出去 白奶 你必须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哄 无主 你快跑 我来替你挡住他 您一定要找到彻底苏醒的方法 一下子面对 能将诸天万界都撕裂的存在 林天明站在当前宇宙生灵之高等级境界的实力 根本不够看 黄一一直接将林天明推开 以圣经蝴蝶形成护盾 正面抗衡白奶的攻击 然而 他的圣经蝴蝶 护盾仅支撑了数秒 就被白奶的白光撕裂 黄一一不是原力之神 虽然也有撕裂诸天万界的强大战力 但还是打不过白奶 和现一部被抹出的沙拉一样 曾经在林天明眼中 只要复苏绝对无敌的存在黄一一 郊区也是在白光的蔓延下 逐渐消散 抱歉 无主 一一 辜负了 您赋予的权柄 只能坚持这么点时间 不 今天对于林天明来说 实在是太痛苦了 他好不容易战胜逐星者 都没来得及和他的红颜们庆祝 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一个个真实之人 消散在他面前 一一和沙拉平时是最乖巧 最听我话的 你连这样的他们都要抹出 白奶 你真的太过分了 暴怒的林天明一连施展数道攻势 朝白奶袭去 审判星剑 星空龙龙 星辉龙拳 冰封 面对林天明诸多攻击技能的绚烂微猛攻势 白奶甚至防都不带防 淡定地一步步走向林天明 那一个个威势猛烈的攻击 一触碰到白奶 就像是触碰到了空白化的源头 被尽数抹除威力吞没 无伤接下林天明饱含怒火的所有攻击 白奶凑到林天明的耳畔 轻声说了一句 您 还不醒来吗 还是说 您担心您醒来了 也无法挽回这诸天万界全面空白化的死局 所以 潜意识里不想醒来 黄一和沙拉希望您苏醒拯救一切 我也希望您苏醒 在您清醒的状态下 将您彻底击溃 哼 白奶一招再次阵战着 完全被白化得诸天万界 林天明本就严重受创的身躯 也是遍体鳞伤 他虽然到现在都没有空白化 但这样也使得他感受的痛楚 比沙拉和黄一一更甚 这一刻 林天明觉得他如果能像凡人那样 无痛被抹除 在懵懂中带着微笑死去 反而有些不错 但他太痛了 不只是身体上的疼疼 精神上的疼痛 远超身体重疮的痛苦 看来您是醒不过来了呢 无主 那就让曾经被您亲手丢弃进深渊的纯白混沌 原力之神白奈我 送您回归原初混沌殿堂好了 放心 您不会死的 在那里 您会迎来新生 而我将成为重启后的新世界的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 指引新生的您开启全新的时间长河 林天明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听着白奈说的那些让他云里雾里的话语 他不想去深究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只想为他的依依和沙拉 还有清雪他们报答白奈 让他们都活过来 只是他现在这个状态 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了呢 天明 别放弃 我们还在 用心剩余物心静力量 不错 天明 你绝对不能倒下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天明 振作起来 脑海响起花火仙子 天明之母 万灵神女的声音 林天明却是依旧意志消沉 他之前已经用过了 他的新剩余物心静力量 连心药天使他们都就不回来 虽然消耗了一次 还剩三次新剩余物心静力量 但林天明害怕他 一旦释放花火仙子 天明之母 和万灵神女出来 他们也会被白奈的白光抹除 他现在只剩他们三个了 他不想 连最后和他关系很近的人 也离他而去 得益于附在林天明的身上 与林天明情绪共鸣相连 花火仙子 天明之母和万灵神女 也能保留蔑视白光降临后的 所有记忆 还有林天明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个熟悉面孔 消散的苦痛 他们也能感受到 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让他们也很心疼林天明 但现在林天明 只剩这最后一张底牌了 若是不用 他就要被白奈抹除了 与林天明情绪共鸣 他们也知道 林天明不用心胜于悟心境力量 是不想 他们也消失 但现在退无可退 他们三个在万年前面 对鬼神危机 都是誓死守卫 三大飞升神国的 英勇女武神 若是能用他们三人的命 换来林天明的胜利 他们愿意一世 在林天明体内 灵能星空魂处的他们 互相对视了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为了给林天明 换取最后的翻盘机会 三位三大飞升神国 昔日最高存在 主动以身外化身的方式 飞出林天明的体外 天明 就让我们再助你一臂之力 天明 吸收我们的灵能 进入新圣于物新境状态吧 话你所想 为你所得 天明 一定要赢 几乎在花火仙子 天明之母 万灵神女 以身外化身现身的同时 周遭的白光 就开始爬上他们的身躯 借助和林天明 共鸣他们 勉强能保留住记忆 但他们也深知 自己必定会被抹除 早就预料到这一点的他们 也是眉头都不带中 毅然决然 燃烧几身进行陷阱 转化为纯粹的灵能 全部灌注给林天明 这样 他们既能让林天明 一次性拥有他们的灵能 又能避免林天明 被他们身上的空白化力量波及 你们这样会消失的 快回到我的体内躲起来 林天明自然不想 他们就这样陷阱 想要让他们停止 这种陷阱的做法 但他们并没有听林天明的 还是燃尽他们最后一丝灵能 为林天明 换取最后一丝 战胜白奶的希望 谢谢你复活我们 其实我们一直想报答你 但没机会 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 带着我们的力量 再进一次 兴盛于物心境状态吧 一定要赢啊 三人这样陷阱 等于是完全死亡 连被完全抹除 存在的机会都没有 心中悲痛万分 林天明也是瞬息进入 兴盛于物心境状态 一次性触发 剩余三次的所有 兴盛于物心境力量 林天明身上的伤势 瞬间痊愈 一时间 整个空白化的诸天万界 都开始因为林天明的怒火 站立了起来 朝白奶投去充满愤怒的目光 他要在这三次叠加在一起的 兴盛于物时间里 将白奶击溃 太弱了 这种程度只能算您 真正苏醒状态下的 劣等能力 还对付不了我 也就勉强达到 我们中最弱的 小狗小猫级别 不够 远远不够 再不苏醒 我就只能亲自 送您回原初混沌殿堂 帮您重获新生了 无主 面对爆发 心圣于物心境力量的 林天明 白奶依旧无惧 他只是一挥 纯白折扇 林天明为了 抵抗白奶的力量 体内的灵能 和其他力量 都在急速消散 那消散的速度 远比心圣于物心境力量 主动消耗灵能的速度还快 紧烧片刻 林天明就陷入 所有力量酷竭的状态 这也使得 刚进入心圣于物心境状态的 他都没到持续时间结束 就强行跌落出了 心圣于物心境状态 心圣于物 心境力量被瞬间破解 林天明目光呆滞 我进入心圣于物心境状态 也败了 自林天明穿越以来 他只要进入 心圣于物心境状态 就没有尝过败尽 心圣于物心境状态的消耗速度 退而求其次摆脱困境 可这一次 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心圣于物心境状态 根本抵抗不了 白奈的空白化力量 强行消散了 今天 林天明的不败神话 被白奈给破了 望着白奈朝他释放而来的 白色光柱 林天明眸子缓缓放大 眼看着那白光 就要将林天明洞穿 一道身材和白奈一样 妖娆的身影 赫然出现在林天明面前 这道身影 正是黑奈 随着黑奈一起现身的 还有深海男子 小男孩格林 时间男子 古风黑扇一张开 就将白奈的空白化力量接下 抱歉 屋主 让您受惊了 当黑奈转过身 像林天明展现 他和白奈一模一样的容颜 林天明呆住了 白 白奈 怎么有两个白奈 我是黑奈 主上 之前送你七黑棱金项链的人是我 随着黑奈这么一解释 林天明不由深吸一口气 难怪他之前 觉得白奈有点不对劲 原来白奈和黑奈 根本就不是同一人 所以 他的朋友黑奈 一直没有背叛他 请容许我们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屋主 我是格林 我是小克 我是小游 林天明见过深海男子 和小男孩格林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 与时间男子相遇 他不由多看了两眼时间男子 随后他看向黑奈道 原来你们都是朋友 算是吧 屋主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竭尽 所能保护您的 这么向林天明做出承诺 黑奈重新转过身 看向白奈 白奈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你难道想一错再错吗 面对黑奈的劝降 白奈笑了 黑奈 你这是怕输给我 最后彻底消失 才劝降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谈及这个问题 黑奈又回头看了眼林天明 然后继续看向白奈道 白奈 你以为你凭什么能这样 肆无忌惮地空白化 诸天万剑 当然是我将原初混沌殿堂毁了 让他的原初混沌宝座崩裂 靠我自己的能力 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白奈说着说着 嘴角挂着掌控一切的胜利者笑意 然而随着黑奈说出 接下来一番话语 白奈脸上的笑意逐渐凝固 错 大错特错 你能一直玩这么久 都是因为主上的仁慈 你是他最初的造物之一 他希望你能在这漫长的 岁月过程中 幡然醒悟 才一直默许你 空白化整个诸天万剑 你被主上惩罚 失去庇护 心生怨念 你偷偷蚕食诸天万剑里的 一个个世界 借此壮大自己的力量 想要报复主上 你妄图摧毁 原初混沌殿堂 和原初混沌宝座 你想彻底空白化 诸天万剑 杀死现在的主上 重启这个世界 让没有记忆的他 选你当新任意志代理人 他都知道 你一直说 同为他的造物 为何我们能得到他的庇护 而你却被遗弃 看不到他对你的爱 实际上 他对你的爱 与对我们所有造物都一样 正是这份对你的爱 才让你犯错后 只是被剥夺庇护 好好反省 而不是直接将性格 有缺陷的你重塑 新生一个全新神格的你 只要你能在一切终结之前 肯回头 他绝对会再次对你张开怀抱 原谅你之前的反叛 欢迎你回家 林天明听着 黑奈与白奈的对话 依旧是一头雾水 他们两个口中提到的主上 难道是他林天明 可他为什么不记得他们 难道要像依依和沙拉说的那样 他必须彻底苏醒 才会想起一切 黑奈的话语 让白奈目光呆滞的同时 也是让时间男子 小男孩隔灵 深海男子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原来白奈能做到 让诸天万界都空白化 都是他们共同的主上林天明默许的 一切都在苏醒状态的 林天明的计算之内 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白奈 通过漫长到万物归一的时间里 能明白他的用意 反省回头 想到这里 时间男子三人 都将目光投向了林天明 看出来他们也很困惑 林天明道 别看我 我到现在还一头雾水的 现在的林天明没苏醒 不知道也很正常 黑奈是原初混沌的 意志代理人 说不定苏醒状态下的他 还真有可能和黑奈说过这件事 这才是黑奈 一直有恃无恐的理由吧 时间男子三人这么猜测着 目光呆滞的白奈大脑 有些空白 原来 他能一直走到今天 其实也都在那位的计算之中 只要他肯回头 那位原初混沌存在 就会原谅他 重新接纳他 他做这么多 不就是为了能重新回归 那位存在的身边吗 脱离那位存在这么久 他真的受过这样失去 宠爱的自己了 哪怕力量再强 也无法让他的心友 丝毫快乐可言 虽然 之前在那位存在身边 因为对意志代理人身份的事 闹过不愉快 但那段时期的回忆 直到现在 他都很是怀念 那也是他最快乐的时期 白奈有些动摇了 但片刻过后 他又是眼神一灵 表情逐渐痴狂起来 不 不是这样的 绝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能走到这一步 靠的都是我白奈自己的努力 绝不是他对我的宽容 这一定是你马上就要输给我 在重启的世界 没有承载你的船 才编出来 乱我心智的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 对于马上就要成功的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一次 我要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我将成为新世界 重获新生的主上 新一任的原初 混沌意志代理人 我将夺回这没有必要存在的 就世界主尚窥欠我的宠爱 重启后的新世界里 我将是他最宠爱的原神 黑奈刚才所说的一切 不过都是他的猜测 正如白奈所想 他这么说 的确是怕打不过白奈 再看到白奈表情动摇的一刹那 黑奈的心里 浮现出一丝白奈 可能就此回头的侥幸 只是当白奈 逐渐陷入痴狂状态 黑奈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 也是消散 在黑奈看来 虽然林天明 身为原初混沌之主不会死 但从原初混沌宝座上 重新孕育而生的 新诸天万界之主 像新十二一样 没有此前的一切回忆 就已经不是他认识的 那个主上了 现在的林天明 不记得一切 是没有苏醒 他还是原来那个他 和被白奈完全杀死 从原初混沌宝座上 重获新生的全新主上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 诸天万界之主 面对执迷不误的白奈 为了他心中真正的主上 不会被白奈杀死 也为了他和原初混沌之主 曾经的一切点点滴滴 不会就此抹出 他 唯有一战 脑海闪过最初诞生意识 来到这个世界时 原初混沌之主 赋予他全品的画面 黑奈眼神一鸣 率先爆发混沌之行 朝白奈发动了攻势 为了无主 杀了反叛的白奈 随着黑奈一声令下 十间男子三人 也是一起出手 面对黑奈四人的围攻 已经彻底痴狂 只想重启诸天万界的白奈 亦是翘脸浮现狂笑 黑奈 我都还没出手 你就等不及了 看来刚才那番话 果然是你瞎编了 你就是想冲我不被杀死我 这样也好 正好让我们共同的主上看看 他当初选你 气我不过 到底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 只有我这样 能让诸天万界重启 凌驾于一切原力之神之上的 最强原力之神 才配当他的意志代理人 黑暗原力之神沙拉 已经先一步被抹除了 黑奈 小妖 你们也去陪一陪他吧 哈哈 轻松将时间男子设下的 时空牢笼 以白光抹除 白奈幻化为 没有固定形体的 纯白混沌原力之神 以极尽的混沌原力 将黑奈的混沌原力之神 洞穿 这也迫使黑奈 身受重创 退回了原来的 黑气袍女子形象 他的古风黑扇武器 也是被白光完全吞没 这里现在就是我白奈的世界 整个诸天万界 都密布着我的纯白混沌原力 你那可笑的混沌原力 怎么和我斗 光荡 能让诸天万界 群星归位的声音 赫然响起 犹如清晨让人烦躁的闹钟 让白奈的脑袋 仿佛要炸裂开来一样 嗡嗡作响 这是小男孩 格林的群星归位力量 蕴含星辰之力 和时间之力 他虽然不是最初的 原力之神之一 但得益于那位 存在对他的厚爱 他的力量 其实不逊色于任何原力之神 之前 他一直不和任何一位 原力之神起冲突 是他一直把他们当成 同为那位存在的造物的哥哥姐姐 心中带有敬意 现在白奈执迷不悟 想要伤害曾经的家人 他肯定也不会不管不顾 做得好 格林 别给白奈喘息的机会 一起击败他 随着黑奈一声高喊 他也是以混沌原力 朝精神恍惚的白奈 再次袭去 深海男子是他们中最弱的 和先前与沙拉在一起的 黄依依一个级别 但他也是以仿佛 要让整个诛天万界 陷入灰色深海的强大力量 配合小男孩格林的力量 将白奈困住 时间男子也是以时间与空间之力 让白奈的力量倒退 这样 他们就更有机会战胜白奈了 小格林 在我被他抛弃前 我对你不好吗 这就是你 对待曾经最宠你的姐姐的态度 还有小克 也是让我心喊 小悠 我们曾经都对黑奈当他的 意志代理人表达过不满 你竟然还帮他 陌落的废物 面对白奈蛊惑般的言论 时间男子以时间为认 坚定地剥夺白奈的生命时间 白奈 你妄想杀死主上 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 格林意识眼神坚定 并没有备受白奈蛊惑 白奈 你对我再好 也不是你一错再错的理由 不错 你自己犯错不知反省 怨不得我们 深海男子 也是坚定不移地站在 林天明和黑奈这边 林天明看到白奈暂时被困住 他也是稍微松了口气 不过他在旁边听了会儿 有些意外 白奈似乎曾经和黑奈他们关系很近 只是因为一些林天明不知道的矛盾 他们才闹到了今天这一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形势对黑奈四人来说 越来越有利了 黑奈在时间男子三人的协助下 也是以混沌原力 疯狂攻击被困的白奈 虽然形势上 看他们似乎占据优势 但一刻不将白奈彻底击溃 黑奈就是不安心 我有错 我只是想让主上再宠爱我一次 我有什么错 你们不会以为 你们真能赢过我吧 看来是我念及旧情对你们留守 让你们产生了错觉 身处我的白话领域内 你们没有他的庇护 力量远不如从前 根本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伴随着白奈一声爆喝 他周身爆发的白光 就让小男孩 格林的群星归位之力失效 深海男子的灰色深海之力 也是被白光抹除所有能力 就连时间男子的时间与空间之力 也失去了存在意义 整个诸天万界密布的白光 也是从四面八方涌来 朝黑奈四人袭去 不好 一定要隔绝白奈的空白化力啊 黑奈的提醒没有任何作用 深海男子率先在白光的吞噬下被抹除 对不起 无主 让您失望了 小男孩格林和时间男子 也是在白光下一点点湮灭 黑奈姐姐 主上靠你了 这就是我看到的 时间与空间尽头的终局吗 好 不敢 格林 小游 小克 亲眼看着时间 男子三人就这样被白奈轻松抹除 同样被抹除到一半的黑奈绝望了 黑奈 你知道 我为什么留你到最后吗 就是想让你体验我曾经被遗弃的绝望 放心 我不会这么快抹除你 我还要让你亲眼看到 我们心爱的共同主上 离你而去 我如果先抹除你 你还会带着最后一丝无主 可能会翻盘的侥幸离去 掐灭你最后的希望 让你带着必定无法翻盘的绝望寒恨被抹除 重启的新世界 格林他们都会和无主一样复活归来 但唯独你 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 只有我才是他最宠爱的原神的新世界 只有我才配当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的新世界 光是想想 我就 兴奋了 哈哈 说着说着 白奈的状态比病焦化的男歇儿表情还要病态 他缓缓来到已经无力抵抗的林天明面前 在林天明宁死不屈的眼神注视下 他的御手轻抚林天明伤痕累累的脸颊 屋主 你要知道 白奈是爱您的 从未想伤害您 白奈只想创造一个您最宠爱我的世界 在重启后的新世界 黑奈能做的 我白奈都能做 我向您保证 不论您想以何种凡人 降临诸天万界 玩凡人游戏 白奈都会遵从您的意志 给予您最好的游戏人间体验 看我们的主上 现在伤痕累累的样子 白奈的心也很心疼呢 不过马上就不疼了 还请您忍耐一下 等您再次睁眼 我们将在重启后的新世界相见 无主 眼看着白奈就要抹出林天明 海皇和子吉雷皇忽然现身 想要阻止白奈 但跟白奈如今的力量比起来 不是原理之神的他们 依旧不敌 小白 小子 在黑奈感到痛心的呼喊下 海皇和子吉雷皇 也是为救林天明被抹出 在白奈的空白化力量下 这一次 连林天明的原处混沌之力 都不顶用了 一时遇见模糊 在闭眼前 林天明隐约看到 黑奈在生死力竭呼喊他 但他的听觉也越来越弱 根本听不清黑奈在喊什么 不过他可以肯定 黑奈一定是在为他 即将被白奈抹出伤心 这就是他的结局吗 虽然有些不甘 但好像还是结束了呢 崩裂的原初混沌宝座 破败的原初混沌殿堂废墟 和黑奈梦中的场景一样 白奈为了让他体验 何谓真正的绝望 依旧没有抹出他 甚至还将他被抹出到一半的身躯 又还了回来 不过 比起正常状态下的他 他现在是一片虚无的混沌状态 而且力量全无 什么也触碰不到 在黑奈感到绝望的注视下 白奈兴奋帝哥送着 诸天万界唯一的主人啊 请回归 这原本就属于您的原初混沌宝座 将您的原初混沌尾利 再次带回这个 需要您来拯救的事件 我 白奈 您的一职代理人 将协助您 重启这个空白的事件 在白奈的热情高歌之下 崩裂的原初混沌宝座 缓缓愈合 破败不堪的原初混沌殿堂废墟 也是重新变得神圣威严 微弱的原初混沌之气 自原初混沌宝座中 郁郁而生 一位永远不死的伟岸存在 即将迎来他的心声 黑奈哭了 当他满盘结束的梦境化为现实 新世界没有承载他的船的绝望 也是如同潮水将他淹没 说了 我说了 主上 黑奈愧对于您 没能守护好您和您的诸天万界 黑奈不配做您的一职代理人 自被白奈抹出的白光中苏醒 林天明有些困惑地看着自己 他没死 环顾四周 林天明发现他正身处 一座神圣的殿堂 这里庄严神圣 满是会让他身心愉悦的 原初混沌之力 身处此处 他能看到诸天万界 都在围绕着他旋转 并形成扭曲的沸腾万界漩涡 而他和他的原初混沌殿堂 正位于扭曲的沸腾漩涡之眼 在这里感受不到任何时间变化 他似乎能随意看到 每一个世界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只不过他能看到的过去 只有他刚才睁开眼的 过去几秒钟 诸天万界一片混沌 仿佛他正身处于时间的衣食 诸天万界的时间长河 因他的诞生而开启 出于好奇 他随意选中了一个 还处于混沌中的新生世界 将时间无限向前延伸 无尽岁月在他的眼中 也不过弹指一瞬 当他看到一颗蔚蓝星球 在这个宇宙世界的无限时间 延伸下诞生 他不由瞳孔微微一缩 他继续沿着时间长河顺流而下 着重关注这个宇宙世界的蓝星 他很快就看到了人类的诞生 以及他自己所在的现代社会 在他穿越的时间节点 他也是凭空 从蓝星消失 蓝星并没有因为他的穿越 停止运转 蓝星世界历史 像云婉秋说的那样 不断向前 直到被白光吞没 云婉秋带着他曾经住的地方 残留的原处混沌之力 和小星云一起逃离蓝星 开启诸天万界流浪之旅 一看到白奈的白光 林天明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趣 他开始思考起自己的身份 我这是回到了诸天万界创世之初 这就是黑奈他们 和我主上的真正原因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是创造原力之神 喃喃自语着 林天明脑海闪过 黑奈他们提到过的原力之神 片刻过后 林天明虽然不知道 怎么才能创造原力之神 但他还是决定瞎倒腾一下 就在林天明要随便凭空想象 瞎倒腾捏人玩时 脑海闪过白奈令他讨厌的身影时 他开始变得十分抗拒 要是我真捏出白奈 历史岂不是又要重演 我就捏黑奈 沙拉 小姚 让性格有缺陷的白奈 被扼杀在摇篮中 看你怎么白化诸天万剑 心里这么想着 林天明刚要先捏黑奈 却是又止住了 犹豫了下 他第一次手声发生意外 把黑奈捏成白奈的林天明 还是决定先捏沙拉和小游练个手 这样捏黑奈时 他就能有信心 避免不小心捏成白奈 想我所想 言我所言 老海浮现 沙拉温顺如小羊 身材又好到 能称抱紧致修女服的修女小姐姐形象 林天明运转起了他的原初混沌之力 很快 原初混沌殿堂的大殿之上 便浮现出一道 模糊不定性的黑暗原力 看到那倒可以 随他想法变换捏人的黑暗原力 林天明神色一喜 可不能把沙拉给捏残了 我得认真点 这么说着 林天明继续想他所想 紧烧片刻 一位以黑暗淤淤万物生计的原力之神 就被他捏了出来 这位黑暗原力之神 恭敬地对林天明 弯腰欠身行礼 伟大的原初混沌之主 感谢您赋予我黑暗原力权柄 我将永远为您服务 林天明兴奋地打亮着眼前的黑暗原力之神 和他记忆中的沙拉 长得一模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无主 我刚被您创造出来 还没名字 黑暗原力之神 总觉得他的主上似乎有点奇怪 但他身为林天明的造物 林天明再奇怪 他也会永远侍奉于林天明 见这位黑暗原力之神 还没有名字 林天明也是开口赋予他名字 从今天起 你就叫沙拉 感谢无主赐名 成功捏出他记忆中的沙拉 林天明也是以原初混沌之力 推演时间与空间之力 有捏出沙拉的经验 林天明也是以更快的速度 将能窥进时间与空间尽头的时间 男子捏出 感谢无主赋予我时间原力 与空间原力 从今天起 你就叫小瑶 谢无主赐名 终于到了最后一位黑暗 林天明也是以他的原初混沌之力 衍生出混沌原力 脑海浮现黑暗的形象 林天明也是按照这个形象捏人 当他捏好 只待混沌原力快速形成黑暗的形象时 令林天明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混沌之力一分为二 发生一黑与一白的一变 林天明眼神一沉 想要强制聚合混沌原力 只是任凭他 如何强制一分为二的混沌原力融合 都没有用 就像是同卵双胞胎一样 黑暗与白暗 这对双胞胎姐妹花 也是成功孕育而成 感谢无主赋予我混沌原力 感谢无主赋予我纯白混沌原力 看着白暗的诞生 林天明的脸色很是难看 那被白暗抹出一切的一幕幕 在脑海闪过 他是真的气 过了许久 也不见他给心降生的黑暗与白暗赐名 沙拉与小油互相对视了眼 由沙拉站出来 轻声提醒林天明 请容许沙拉冒昧提醒 无主 您忘了给心降生的两位原力之神赐名了 黑暗和白暗 感激地看了眼为他们说话的沙拉 随后将目光投向了林天明 满怀期待 听着沙拉的提醒 林天明收敛起她的火气 将友善地微笑目光投向黑暗 从今天起 你就叫黑暗 谢无主赐名 黑暗将永远忠心于你 为黑暗赐名结束 林天明一脸异性阑珊之色 如一个大字一样 躺在原初混沌宝座之上 闭眼小气 看到她一副很困 甚至都开始吐泡泡的闭眼沉睡状态 黑暗四人皆是感到很困惑 纯白混沌原力之神还未赐名 他们的主上怎么睡着了 这也太是睡了吧 白暗没得到赐名 她的俏脸不由浮上失落之色 为什么别的原力之神 都那么备受宠爱得到了赐名 她却没有 难道她生得不讨血 想着想着 刚被创造出来的白奈 已经开始抹眼泪水了 就在这时 闭谋小气的林天明 忽然又睁开一只眼 你就叫白奈 一听到林天明的赐名 白奈美艳的俏脸 愁容散去 她感激道 谢 我有些累了 你们先下去吧 感谢赐名的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林天明驱逐 白奈刚浮上笑意的俏脸 又是露出情绪低落的神色 她似乎 真的很不逃出伤喜欢呢 黑奈 沙拉 十间男子 恭敬地对林天明行了一个礼 顺带提醒 沉浸在伤心情绪中的白奈行礼 才拉着白奈一起离开了这里 离开的路上 他们安抚白奈别往心里去的话语 也是落在了林天明的耳中 心情烦躁地驱逐了黑奈四人 闭眼小气的林天明并没有睡觉 而是在思考 她想改变白奈被创造出来的过去 为什么做不到 难道说 这就是命运 如果她真是 这诸天万剑的唯一主人 命运应该由她随意改写才对 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还是说 她潜意识里那个未复苏的自己 其实根本不想改变过去 自己都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原初混沌之力了 为何还未觉醒记忆 难道要她重新经历这一切 一个人坐在原初混沌宝座上沉思了许久 林天明心底又生出了一个猜想 她并没有回到过去 她依旧身在未来 只是她马上就要全面复苏了 正在用这种未复苏的状态 回忆过往的一切 哪怕没苏醒的她 不想白奈被创造出来 但是真实的记忆 是不会因为未复苏的她 抗拒改写的 待她全面复苏 复苏状态的她 绝对可以随意改写过去未来 但是 那时候的她 还会想让白奈永远不存在吗 会不会真和黑奈想的一样 白奈会白化诸天万界 都在复苏的她的计算之中 如果白奈的所作所为 一开始就是被她计算好的 理由去恨白奈 可是她为何要任凭白奈白化 诸天万界 难道真的是因为黑奈所说的 对造物的爱 才纵容白奈这么做 还是说有其他谋划 越想越头疼 林天明深吸一口气 她尝试重新回忆 从她睁开眼道 创造白奈这段时间的记忆 这不回忆还好 这一回忆顿时让林天明 忍不住睁开了闭眼小气的双眼 因为她的回忆 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记忆 一份是她刚才嫌弃白奈的记忆 一份是她之前从未见过的全新记忆 同样的人做着相同的事 却有不同的态度 在那份新出现的记忆里 她没有嫌弃白奈 而且白奈和黑奈 是她最先创造出来 她也没有抗拒白奈的诞生 强行融合分离的混沌原理 甚至一脸 就该这样创造白奈和黑奈的表情 再是创造沙拉和时间男子 她对他们四个也都是宠爱有加 没有偏爱谁 这份突然冒出的全新记忆 在无尽时间的开端记忆之前 而她刚才创世嫌弃白奈的记忆 在她被白奈抹除之后 一瞬间 林天明顿时明目她 为何改变不了过去了 就像她先前猜想的那样 她只是以没有复苏的状态 体验过去的回忆 待她体验完 彻底复苏所有尘封的记忆 成为真正的原初混沌之主 她就会真正苏醒 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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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您不是说原初混沌殿堂宫 我们有些冷清 您要多创造几个新造物吗 感受到黑奈的推丧 林天明也是从沉睡的状态苏醒 她稍微回忆了下 她已经在这原初混沌之主的记忆中 度过了不知道多久 通过她记不清时间的经历 她也是逐渐确信 她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 这是真要她以为复苏的状态 从头到尾再经历一遍 来觉醒她不记得的尘封记忆 谈及她想创造什么 林天明毫无头绪 好好想想她要是复苏的自己 现在这个状态会创造什么 林天明的脑海闪过了黄一一 小男孩格林 深海男子 海黄 紫棘雷黄 不管对不对 反正她只是在以为复苏的状态进行回忆 和复苏的自己做的不一样 也不会影响过去的正确记忆复苏 你就叫格林 你就叫黄一 你就叫小克 你就叫小白 你就叫小子 创造完他们 林天明又是开始回忆 发现记忆中的她 这个时间点还多创造了两个 她没见过的造物 她也是即刻补了两个 一只专门狩猎 扰乱时空秩序者的可爱小狗 一只拥有梦境之力的可爱小猫 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新造物 原初混沌殿堂 也满是欢闹的氛围 凡人幻想中的众神 都是无情的 却不想正视众神有情 按照众神之行创造的凡人世界生灵 才会一样有情 林天明借此机会 重新梳理多出来的全新记忆 重点关注白奈 正确记忆中的白奈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任何异常 是个很讨格林这样的小孩子 神明喜欢的好姐姐 哪怕是未复苏的她 现在体验的经历 白奈也很正常 因为她明误 这不是过去 无法改变 所以及时纠正 一开始嫌弃白奈的态度 不过有一点 不管是正确的记忆 还是她现在经历的 让林天明有些在意 那就是白奈很敏感 很在意她对她的态度 也很在意 其他人对她的态度 准确地说 她的性格似乎有点消极 别人有说什么 带有奇异的话 或者有什么奇怪的动作 她就容易浮想连偏 往别人是不是 不喜欢她的方面想 和林天明在未来 见到的那个白奈 完全判若两人 现在的黑奈她们 也和未来的她们 性格有所出入 这就像刚出生的孩子 性格还未完成定型 但也是有着 一定的性格雏形 就算后天塑造 可以往好的方面塑造 也逃不脱大体的框架 就像白奈 她未来哪怕看起来 就像是另一个黑奈 做什么事都一副 从容自信的魅惑效益态度 但她特别在意他人态度 容易想多的雏形 还是改不了的 所以 白奈到底是什么时候受刺激 开始走向极端的呢 难道和原初混沌 一支代理人有关 五主 你有烦心事 要不要黑奈替您分忧 黑奈不知何时 凑到林天明身边 好奇地对她眨了眨眼 被观察细致入微的黑奈拉回神 林天明暂时不去多想 摇了摇头 没有 见林天明不愿多说 黑奈也是不再多问 不过她给林天明记下了 算上这次 她的主上 已经第9999次 有烦心事了 要是她能帮主上分担就好了 林天明望着黑奈的背影 她算是明白 复苏状态的自己 为何会选择黑奈了 因为就黑奈 对她最观察入微 很能敏锐 察觉到她在想事 还是耐心等待 选员出混沌意志代理人的日子 到来再看看吧 时间继续向后推移 林天明照常回看过往的正确记忆 发现复苏的自己 昨天就宣布 要选员出混沌意志代理人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 四位原力之神都十分期待 表示他们一定会努力 虽然迟了一天 但为了看到后续正确记忆 找到白奈反叛的真相 她还是像记忆中的自己一样 宣布选员出混沌意志代理人一事 就这样 经过激烈的竞争 林天明没看正确记忆的情况下 选择了黑奈 这件事 顿时令沙拉 小游 白奈都感到很不满 他们都认为 他们才最应该做林天明的意志代理人 心里不服黑奈 沙拉和小游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白奈相比沙拉和小游 却是站出来 表示她比黑奈更能胜任此事 林天明没有理会白奈的反对 而是将他们一起遣散 急着看正确记忆中的 自己到底为何会选黑奈 当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 当他看完后 他人傻了 因为在正确记忆中的自己 对意志代理人这个身份的理解 就是个干杂活的 并不是什么重要职务 黑奈观察入微 很懂他 才被选为意志代理人 来替他干杂活 不选沙拉 小游 白奈 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 而是他们的性格 都不适合干这个 即便将黑奈选为意志代理人 在他的心中 四大原力之神的地位 也是一样的 黑奈若是敢仗着意志代理人身份 欺负其他三位原力之神 绝对会被他教训 事实证明 他没选错人 黑奈并没有因为这个身份 看不起其人三大原力之神 不过正确记忆中的白奈 和刚才林天明经历的一样 都是站出来 表示他也能胜任 复苏的林天明表示 白奈性格不适合这份职责 这也让容易想多的白奈 理解成了他性格不行 终于到了林天明最想知道的 白奈堕落真相 接下来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全程关注 正确记忆中的白奈状态 这之后 白奈反对黑奈 以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 做的很多事 复苏的林天明 也因为白奈的反对 剥夺了对白奈的庇护 让他离开原初混沌殿堂 好好反省 白奈离开原初混沌殿堂 如何心生怨恨 悄悄白话诸天万剑 都在林天明的注视下 正确记忆中的林天明不阻止 那时他也想借白奈之手 慢慢空白化诸天万剑 等白奈完全空白化诸天万剑 就有的诸天万剑 本就到了 老得不能再老 万物即将归一 必须重获新生的地步 在白奈第一次 因为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 误解林天明的意思时 林天明就知道 白奈具体在想什么 世间万物都是他创造的 万物生灵的新生 他都能一清二楚 那时候 他其实想跟白奈好好解释 但是他一直缺一个 让白奈慢慢白化 诸天万剑的理由 正常情况 以白奈原有 对格林他们这些弟弟妹妹 宠爱有加的性格 绝对很难做出 空白化诸天万剑这件事 但白奈又刚好肩负了这个职责 林天明总不能让他 拥有这份力量 又什么都不做 深思熟虑 他还是放任白奈 对他心生怨恨 旅行本该属于白奈的 让诸天万剑 重新焕发活力的职责 随着这一切的谜题解开 林天明的脑海 开始涌现更多 他还没有经历的记忆 他周遭的一切景象 也开始支离破碎 就像是碎裂的镜子一样 他本人 也是随着碎裂的诸天万剑 一起跌入无限下坠的 意识深渊 心中对白奈的怨恨 渐渐散去 彻底复苏的林天明 准备好迎接最后的终局了 从始至终 白奈空白化诸天万剑 都在林天明的掌控之中 所谓的诸天万剑 空白化危机 在他眼里 是诸天万剑 历经无尽岁月老去 重新焕发活力 必定要接受的洗礼 拿林天明在蓝星玩凡人游戏时 蓝星的经典老游戏系统太老 需要换新系统重置举例 那就是 诸天万剑 需要通过白奈的空白化 暂时进入休眠状态 看似一切被抹除了 实际上只是进入休眠 停机维护状态 等待将游戏数据 从旧系统 换到最新版系统重开 等待新系统开启 那些停留在被抹除 存在前状态的所有世界 都会在新系统中 继续向前 白奈做的一切 都是他安排好的 林天明才敢这么心大 顶着这根本不是危机的 危机玩凡人游戏 就像黑奈之前说的那样 身处凡人游戏中的林天明 为了他的游戏 能玩得尽兴一点 会故意装弱 装吃鱼 正因为苏醒状态的他 掌控一切太过无趣 他才会想玩凡人游戏 让自己无趣的无敌生活 能多点乐子 让黑奈当意志代理人 他可以放心沉浸在 一次又一次凡人游戏里 这无尽岁月里 他也玩了无数次凡人游戏 黑奈做得都很好 从未主动唤醒他 这要是换作白奈 小油 沙拉当意志代理人 绝对会失去耐心 强制唤醒他 让他失去很多乐子 南希尔和暗黑花神 当初遇到的那个少年 也是他沉浸凡人游戏中的 其中一次体验 这诛天万界 彻底空白化前的最后一次凡人游戏 黑奈还给他贴心地准备了一个 蓝星穿越网文的系统 让他能使用部分新生能力 这样既不会让他解禁过多 力量太强 从而快速通关 回归原初混沌殿堂 显得无趣 还能增加他游戏人间的趣味性 其实在穿越到 飞升之地星球前 黑奈有为他选中 无数个叫灵天明的 最终选中叶清雪的青梅竹马 并不是原主作恶多端 而是黑奈随手在这些灵天明中 是的 就是如此随意 选中后 再更改原主的容貌就行了 实际上 身为原初混沌之主的他 和原主灵天明 长得根本就不一样 但因为被黑奈选中 所有与之相关的记忆 也都会发生改变 认为 原主就应该长成 现在的灵天明这样 甚至能影响到 南仙的前世记忆 形成连锁反应 这就是真正的伟案存在 对凡人世界生物的绝对影响 黑奈 真的是灵天明心中 最佳的意志带领人选 从诸天万界 一始被创造出来 到现在 就世界老去等待 焕发新生重启 给林天明 带来了数不尽的乐子 知我者 黑奈眼 从凡人游戏中彻底苏醒 林天明 不 现在应该称之为 原初混沌之主 林天明这个名字 不过是他在救世界 最后一次玩凡人游戏的名字 在此之前的无数游戏 他有着无数个凡人名字 缓缓睁开双眼 林天明已经变成了 新世界出生的 原初混沌婴儿 入眼就是白奈的怀抱 林天明对此 没有任何意外 无主 您刚重获新生 可能有些迷茫 但请您放心 白奈会作为您的意志代理人 为您指明方向 协助您开启全新的时间长河 还请无主赋予我原初 混沌意志代理人的身份 虽然知道 白奈很想要这个身份 但很可惜 林天明不会选择他 无赋予你无知意志代理人的身份 在听到林天明这句话后 白奈顿时露出喜色 过远处的黑奈 黑奈则是默默啜气 深陷绝望 但随着林天明 道出后面两个字 白奈脸上的笑意 瞬间凝固 黑奈啜气的俏脸 亦是有些呆滞 黑奈 和前面的话连起来 就是林天明 以原初混沌 之主的身份 赋予黑奈 原初混沌意志代理人的身份 这 这不可能 无主 您刚出生 怎么可能记得黑奈 白奈有些无法相信的 看着怀中如 强宝婴儿的林天明 下一秒 他就被林天明强行震开 刚才还是小宝宝的林天明 就蜕变为了 诛天万界 第一俊美的少年形象 同一时刻 黑奈也是感觉 他被白奈束缚的力量 全回来了 而且还得到了新的庇护 他那虚化的身躯 也是渐渐凝实 主上 您 您还记得我 黑奈 那当然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 示意黑奈别 出手的同时 林天明又是逆转 白奈的空白化力量 让小游 沙拉 黄依依 小男孩格林 小克 小白 小子 小狗 小猫 尽数复苏 以及其他被白奈抹出的高位 存在造物们 也全都被林天明 从白化的世界中唤醒 在林天明的示意下 他们全都在一旁暗兵不动 白奈 该你归位了 白奈此刻有些情绪崩溃 他已经彻底空白化 诸天万剑 这里是他的领域 应该是他赢了才对 为何他的主上还记得一切 而且还能唤醒沙拉他们 见白奈无法理解 林天明也是决定告诉白奈 以及现场的所有高位 存在真相 还不明白吗 白奈 就像黑奈之前说的那样 正是我的默许 你才能完全空白化 诸天万剑 诸天万剑自一时 就注定要经历 小游看到的时间 与空间尽头的万物归一 若是不能让已经完全老化的 就有诸天万剑 重新焕发活力 最后除了我 你们都会毁灭 到了那时候 我在创造全新的诸天万剑 哪怕创造和你们一个模子的存在 那些新造物也不会是你们 要想让你们都不会死去 就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白奈你的空白化力量 你生来就肩负空白化 重启诸天万剑的职责 可你的性格太柔 你甚至觉得 你这份空白化 抹去存在的力量一无是处 只会带来一切美好 即化为虚无的苦痛 为了让抵触这份力量的你 肩负起这份职责 并认识到 空白化诸天万剑 并非苦痛 而是带来新生 我才会出此下策 让你怨恨我 从而抹出 诸天万剑的一切存在 现在 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 你可以选择归位 回到我的身边 也可以选择 继续怨恨我 随着林天明道出 白奈空白化诸天万剑 并非蔑视危机 而是他做的一个 让白奈乖乖履行职责的局 现场所有高位存在 皆是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原来自始至终 一切都在他们 共同的主上的计算之中 情绪崩溃的白奈 在听到林天明所说的真相 也是目光呆滞 他的主上 原来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抵触这份纯白混沌原理 一开始被创造出来 他看到黑奈的纯粹混沌原理 充满了羡慕 沙拉以黑暗孕育万物生机的原理 以及小油窥探时间 与空间尽头的原理 都肩负着 让白奈羡慕的职责 只有他的空白化诸天万剑原理 似乎从一开始 只会带来记忆被抹除的恐怖 他平时那么疼小格林他们 最讨厌的就是 这份空白化 一切存在意义的力量 没想到他的这份力量 其实并不会让一切真的被抹除 而是为了帮助老去的诸天万剑 重新焕发活力 他生来 竟然肩负如此重要的职责 他并不是主上的原理之神里 最没用 最没用存在意义的错误 想着想着 白奈哭了 扑通 他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对不起 主上 白奈直到现在才明白 您赋予我这份权柄的真正用意 林天明能洞悉他创造的万物新生 他知道 白奈在知道真相后 已经不再怨恨他了 那你可愿归位 愿意 白奈愿意 只要主上 不嫌弃白奈的愚昧与迟钝 见白奈总算是归位了 林天明露出一丝意料之中的笑意 既然你愿意归位 那就回家吧 说话间 林天明也是当着黑奈他们的面 再次给予白奈他的庇护 重新做回原初混沌宝座之上 林天明心随意动 被空白化的诸天万界 也是在这重新焕发活力的新世界被重启 这些世界在焕发活力的诸天万界重启后 也全都已被空白化前的状态 继续奔涌向前 无限延伸时间长河上未完待续的故事 黑奈这时候 也是缓缓走到林天明的面前 恭敬的欠身行礼 下一秒 他便以混沌原力 开启映照诸天万界所有世界画面的帷幕 请林天明进行新世界重启的第一幕凡人游戏 无主 这次你想前往哪个凡人世界游戏人间 面对黑奈的提问 早就有了选择的林天明 也是缓缓到处他的选择 距离最后的蔑视白光危机已过去三年 除了被林天明带着从凡人领域 实现真正非生的叶青雪等人 非生之地的其他人都不记得 有什么蔑视白光危机 就连林天明这个人 也从非生之地的历史中消失了 不论是魔木封印危机 还是黑暗之主提前降临危机 亦或是鬼神世界全面降临危机 凡是与林天明有关的重要事件 也都随着蔑视白光的不存在 一并失去了对林天明 一个个应用事迹的记载 人们只记得 是四大非生神国的最强战力们 拯救了一切 明熙是明熙觉醒者培养学院 叶青雪身为这座学院知名的 冷美人导师 平时都是一副生人物尽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三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 曾经胸怀比不过江涵老师 他们的美少女叶青雪 现在也是一位 有着傲人胸怀的玉姐 她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曾经对林天明说过的话 那就是拥有当初胸怀还很小的她 就等于拥有少女 玉姐 少妇 林天明想要的各种美女 花妻形象 只要耐心等她长大 她都有 只可惜 她现在成了玉姐 她最爱的天明哥哥却不在了 站在觉醒仪式台上 叶青雪看了眼 那个正在觉醒的女学生 语气冷淡地宣布到 李小红 A级活属性异能 随着李小红 这个今天最后一位学生完成觉醒 叶青雪也是决定就此离开 将现场交给其他导师来处理 她可是超越天狱之境的存在 能来这里当老师 已经算是看在这里 是她家乡的份上了 现场的其他导师 可不敢使唤 这位拯救世界的女英雄 可就在她要下台时 一道明显带有调戏语气的少年声音 在台下响起 叶老师 我还没上台觉醒吗 您先别急着下台啊 叶青雪文言 她本就冷得人发寒的俏脸 浮上一抹寒意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就在叶青雪要教训那个 敢调戏她这个老师的臭小子时 她却是娇躯一颤 天 天明哥哥 在叶青雪不敢相信的注视下 那个和她的天明哥哥 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 已经跳上了台 哄 在少年根本测不出来 上线的强大觉醒者力量下 觉醒一视台 直接被炸得粉碎 完了 那个捣乱调戏叶老师的家伙死定了 觉醒台被炸了 他 他绝对是故意的 你们说他炸了 觉醒一视用的觉醒台 不会 不会是为了引起叶老师的注意 想炮叶老师吧 叶老师可是化解鬼神世界危机的大英雄 他可是拒绝男色的冷美人 想炮他 那个少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少年炸裂觉醒一视台的行为 也是在现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学生都认为 林天明敢在叶青雪面前 做这种事死定了 接下来 还有更让他们感到胆大妄为的 林天明炸完觉醒台 甚至还主动靠近叶青雪 在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少年一把将已经长成欲解的叶青雪 拥入怀中 青雪 我回来了 随着少年以新生的方式 在叶青雪的心底响起 叶青雪那目光呆滞的翘脸 逐渐浮上委屈了三年的泪水 这个少年 就是他死而复生的天明哥哥 他的天明哥哥回来了 接下来 一向在学生面前 以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质著称的叶青雪 更是主动点气脚尖 吻上了林天明 这一刻 现场所有师生的大脑都停止了思考 学院最出名的冷美人 被以为最不可能喜欢上男人的冰莲之花 竟然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 与一个少年吻在了一起 虽然 虽然这个少年确实是他们见过的男生里 长得最帅的 但是 但是也不至于融化叶青雪这位冰山老师吧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冰山女老师叶青雪恋爱这件事 太令人疯狂了 林天明与叶青雪热烈拥吻许久 他们也是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他们再次现身 他们已经来到了雷鸣殿禁地 没了紫及雷黄的禁地内 江涵正在独自修炼 看到林天明将他带来这里 叶青雪与林天明温存结束 已经长成的他没有吃醋 也支持林天明与江涵久别重逢 去吧 天明哥哥 江涵老师也很想你的 在叶青雪的鼓舞下走进禁地 林天明的到来也是瞬间惊动了江涵 是谁 睁开美眸的一刹那 江涵和先前的叶青雪一样 也是被林天明的死而复生 惊得目光呆滞 喊 不认得我了吗 直到林天明说出这句 撩搏他心弦的轻易称呼 江涵瞬间泪如雨下 下一瞬 他就起身扑进了林天明的怀里 嚎啕大哭 叶青雪贴心地将这片区域封锁 以免有人打搅江涵和林天明的久别重逢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 你这三年死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坟头 我们都给你立了三年了 除了我们 没人记得你 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和你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 其他人都不记得你 我们都认为是你牺牲自己 与那蔑视白光同归于尽才会这样的 害我们为你哭了三年 心都碎了 你现在回来是闹哪样 你这撩完老师就不负责任的负心汉 我打死你 默默听着江涵老师同样憋了三年的委屈 林天明一脸歉疚之色 抱歉 孩儿 你打我骂我吧 只要这样你能解气就好 江涵说是在打林天明 但他的粉拳和以前一样都没有用力 只是软绵绵的示威罢了 他在林天明怀里哭了许久 江涵也是第一次当着其他人的面 主动与林天明吻在了一起 一旁的叶青雪看到这一幕 也是流下感动的泪水 他们一直苦苦等候的男人 终于回来了 带到情绪彻底稳定下来 江涵抽噎着道 小笨蛋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谈及他接下来的打算 林天明笑得特别灿烂 当然 士把兰 西月 婶儿 爱丽丝 梁花 索菲亚 莉莉丝 燕燃 与妃 金红他们带回南疆找仙 过我们当初说好的隐居生活 要是青雷仙子姐姐 雷龙黄姐姐 暗黑花神姐姐 他们也愿意继续跟着我 也不是不可以一起回南疆 一听此话 江涵和叶清雪 也是回想起 他们和林天明 之前一直梦寐以求的隐居生活 因为他们都以为 林天明与蔑氏白光 同归于尽心死了 所以都没有一起 回南疆隐居 现在林天明回来了 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又有了 江涵和叶清雪 也开始期待起来 他们与林天明隐居的 世外桃源生活 不过叶清雪还是清脆了一生 天明哥哥 真是花心大萝卜 三年不见了 还是一个样 嘿嘿 清雪 你要是不喜欢 我愿意为你放弃其他人 别糊弄我 我才不信 叶清雪 才不信林天明的鬼话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叶清雪和江涵他们 也情同姐妹 若是大家能因为 他的天明哥哥在聚首 他也很开心 我说的是真的 清雪 虽然为了你放弃其他人 会伤害他们 但你要是不愿意 心里难受 我愿意为你背负骂名 林天明一脸认真的表情 迎上林天明认真的表情 叶清雪 神色一正 片刻过后 他心里又有些甜甜的 果然在他的天明哥哥心里 他是最重要的 虽然林天明 把有多少老婆的决定权 交给了叶清雪 但他知道他 要是真做出 独占他的天明哥哥的决定 伤心的不止是江涵他们 还有被他束缚住了的林天明 他可不想 他的天明哥哥 整天在他面前郁郁寡欢 他要开心的天明哥哥 很久以前 就从独占林天明的想法 变成只想当郑公娘娘的想法 叶清雪也是展现了他的大格局 天明哥哥 我们之前就已经和江涵老师 还有仙儿他们 一起住在了南疆 只是因为竹心者危机 和蔑视白光危机 不得不出山 现在一切劫难结束 我们自然还是要像之前一样 大家团团圆圆地生活在南疆 才是最开心的 一旁的江涵对叶清雪 会做出这个决定 一点也不意外 他也是对林天明的 小笨蛋 走吧 我和清雪丫头 陪你去接你的老婆们 没错 快出发 一起先去接天明哥哥 你在帝都的老婆们 说去为林天明接其他老婆 叶清雪和江涵比林天明还兴奋 在欢声笑语中 叶清雪和江涵一左一右 拉着林天明 踏上了极其所有红颜的甜蜜之旅 全书完 终于完结了 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 太累了 之前经常一天五张 有的时候甚至八张 全程高压状态 几乎没有娱乐休息时间 感觉自己人都快疯了 最近快完结了 为了有个尽可能完美的结局 才放慢了更新频率 下本书应该不这么拼命了 太伤身了 首先感谢一直以来 从第一张支持我到大结局的读者们 正是你们的支持我 才能坚持写到完结 还要感谢那些 看到几十张 一百 两百张等等被读跑 却不骂我的读者们 顺带说一句 读到你们 我很抱歉 虽然现在说 默默离开的他们也看不到 但还是要感谢他们没骂我 因为是小作者 抗压能力 肯定没有随便捡钱的大神作家 心态好 能坚持完结 也和那些被读跑 却不骂我的读者们 有一定关系 这本书 其实在三四十万字的时候 我就想过要切了 像我之前写的其他书一样 没想到这次运气好 竟然让我勉强能够温饱 虽然跟大神作家比不了 但对于以前每本书几十万字 就因为经济压力 不得不切书的我来说 能达到温饱水平 已经算是进步了 我依稀记得 想切书那天 是2023年10月28日 当时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觉得这本又扑了 结果第二天 想申请完结切书摆烂时 发现数据暴涨 当然 扑接的数据暴涨 也够不到大神作家的低谷就是了 就这样 带着数据暴涨惊喜 一直写到了 现在两百多万字完结 关于本书的女主们 与主角的洞房花竹叶 每一个都会在后续的番外中 慢慢补全 番外更新 肯定不会像正片那样 每天都上万字 而且更新时间也不固定 一有时间肯定全部完 最后是关于开心书的事 下一本书我想写玄幻 早在这本书开 之前就有想法了 只不过 这本书的稿子 先过了编辑审核 才写的都市 虽然是玄幻 但风格应该和这本差不多 男主和女主们的战斗日常 有男女主 携手杀敌的剧情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书名是什么 等开新书那天 我会在这本书的简介告知大家 顺带写一张新书发布的简要 新书应该会很快和大家见面 因为我不是大神作家 一本书写完就有钱潇洒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再发新书 或许这就是小作者的悲哀吧 挣的是辛苦钱 能力不足 只能多写点勤快点 混个低保 哎 瞄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凌晨5点18分了 不行了 真的困死了 最后再在这里感谢一下 支持我的所有读者 睡了睡 下滑线下滑线 ZZZZ